请你太美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牛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今天我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城市 我现在在西安 华为运动健康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华为在西安的运动健康实验室 我们做过很多的 Watch GT 然后 GT2 GT2 Pro 还有就是最新的那个Fit 我们之前都给大家做过视频 但是这些产品出来之后 它上面有很多的专业化的这个功能 那么它怎么来保证这些专业化的功能够专业 这些专业化的功能测出来的数据够准确 这个实验室就是负责进行实测的 那么这期Vlog我就带大家转一圈 看看智能穿戴设备 它们是怎么进行实测的 OK 走 我们的第一个场景是自行车 这里准备了好几个非常专业的自行车 这里就是验证华为的智能穿戴设备 比如说 GT2 Pro 或者说Fit 它的自行车运动模式下的准确度 包括卡路里 包括距离 我们体验一下 现在我这辆车非常非常的重 它前面是一块屏幕 然后直接显示你的运动的距离 然后卡路里 然后它会和手表上的数据跟真实的数据做验证 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验证场景 第二个非常网红的一项运动 很多有钱人或者说现在很普及了 就是划船机 在华为的手表上也有划船机这一项运动的识别 这个要轻轻很多 刚才自行车实在太重了 它这个是可以测试你的心率 然后你消耗的这个热量 现在这里呢就是三个非常专业的跑步机 然后这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传统啊 比如说你在耐克或阿迪的店里 可能见到过这种跑步机 然后这是一个无动力的跑步机 它是可以调节阻力 然后这边的这个是可以测试你 上面它是这个压力的感应触点 有7000个 它可以感应你的这个脚掌落地的受力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 好 这块屏幕上显示的就是心率带 然后还有华为手表的实时的这个数据 基本上是持平的 这个在5以内都是比较准的 它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造价最贵的跑步机 这个跑步机60多万 但是你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特点 如果你关注可穿戴健康设备的话呢 它有一个跑步精灵 这个是华为的 这个东西呢是你扣在你的鞋上 或者说扣在你的鞋带上的 它可以检测你的不平不浮腾空时间 哎呦 完了 这不是60多万吧 现在基本上就是平时大家慢跑的一个节奏 就是受力比较轻的地方 然后红色的部分就是受力比较大的地方 好 现在就是我的结果 看一下 这个数据其实非常有意思 大家很少见 就是你左右脚的受力均衡情况 然后这个128呢 就是它承受的我体重的重量 然后下面就是我整个脚掌的这个受力情况 因为刚才我只是慢跑 相对来说还比较均衡 它的这个数据呢 反馈到你的手表上 反馈到你的手环上 来去跟它做一个比对 这就是通过这样验证出来的 我旁边的这条设备呢 看起来就更加专业一些了 你看那边有一个哥们在做 这种极限的测试 我现在测试了三个 我要脱衣服了 确实太热了 这个它检测的呢 就是最大摄氧量 然后还有就是卡路里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大家买比如说智能手表啊 或者是运动手环之类的 都想监测自己运动的这个卡路里消耗情况 那么它的精确度是怎么来验证的 就是通过这个机器 一会儿工作人员会给我穿上一套 非常专业的设备 然后它去验证我的卡路里的消耗情况 包括呼出的二氧化碳 呼进的那个氧气 这个设备就是最核心的 来监测我的卡路里 还有最大摄氧量的 一会儿呢 会把它插上一个采氧管 然后连接到我的前面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了 我是不是戴不了帽子了 对 你平时出去运动不可能有这么专业的设备 这个非常非常复杂 它就是来验证华为的整个它的穿戴设备的算法 其实这个算法呢 是可以运用到很多设备上的 就比如说手环啊手表啊 其实都可以啊这个东西穿脱的非常痛苦 OK 咱们去这边看一看 华为GT-R Pro上呢 有一个新的功能是高尔夫练骑场 虽然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但是在这儿也可以把它体验一下 刚才这个教练教了我一下这个沃姿啊 非常复杂的一个沃姿 可以看一下 就第一次接触到高尔夫球的这个沃姿 是要下堆一点对吗 我要打不到球是不是很尴尬 多来几个是吧 不行再来一次 我一定要打出一个好球 89米算可以的吗 专业运动员可以打多少米 200米左右 专业运动员可以打200米 117 这还可以吗这个成绩 算挺好的了吗 看来我是有这个打高尔夫的天赋啊 这套设备多少钱 40万是吧 在家可以买一个这套设备来打高尔夫球 不贵40万 这个场景非常有意思 它这里有一个树直的床 我走到这的时候 就模拟了一个睡觉的状态 这个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个 你打呼噜的时候 它的一个监测 因为现在戴着这个手表的话 可以监测你的这个 睡眠呼吸的这个情况 长期关注我们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就是我的睡眠一直都不是特别好 那是从高中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就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 我劝大家呢也要重视自己的这个睡眠 这个如果你要休息不好的话 第二天你会精神萎靡 然后你工作也没有劲 然后也比较易怒 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的这个睡眠 OK 本期视频呢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头的东西 就是一套3D捕捉 这个其实大家在很多场合应该见过 但是这一套呢是服务于篮球精灵 他那个小小的设备 其实跟那个跑步精灵很像 就是可以卡在你的鞋上 这也是做这个运动验证的一套专业的设备 现在屏幕上展示的就是之前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 来去采集的数据 哎 好像小火柴人 他做的这个运动捕捉 他可以来分析你的动作 然后你的整个这个姿态 有不同的这个摄像机来进行捕捉 咱们进去看一看 他在你身上呢 会设置39个感应的触点 粘在你身上 然后会有一个专业的一个谨身衣 然后通过周围的这些摄像机来进行捕捉 刚才有个细节 就是我们不小心碰了一下 这个红外的摄像机 它是动作捕捉的这个摄像机嘛 然后官方人员跟我们说 稍微不小心碰一下 就要重新再验证一次 对于整个测试的要求 精密度非常非常的高 地下的这个地板是和CBA 是同样级别的这个测试地板 包括整个这个灯光系统 全部都是要求精密度非常非常高的 这样的话才可以做非常高精度的这个动补 然后你运动的这个识别 来去得到一个最精确的 那个篮球精灵上面的那个算法 OK我是运动了两个多小时 在整个这个场馆里面 把几乎所有的这个项目全都体验了一遍 我里边的这件包暖衣已经湿透了 这个实测实验室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所有的产品出来了之后 我再来优化我的算法 来进行这个最后一步的实际验证 中间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数据啊 很多的这种设计 然后全都给加进去了 但是它最后落地怎么样 放到消费者身上之后 它到底是不是准的 这个就需要佩戴着最终的一个产品 到实际的场景中去 来进行实际的测试 这样就可以进行最直接的设备的验证 还有数据的这个反馈 整个的这套实测的这个实验室呢 还是非常专业的 这个体验确实非常新奇啊 因为之前我们频道里人也体验过 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品牌的 这个可穿戴设备 我们之前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跟大家讲过 就是你的心率 然后你的血氧 监测这些数据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 大家可以去翻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对可穿戴设备 你对运动健康比较关心的话 那个可以解释你的几乎所有的疑问 OK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 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 这种实验室 后面再有什么样的机会 然后去到一些好玩的实验室 好玩的一些场景 我再和大家分享 OK 更多内容和精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 相当日博和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 尤其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面 不关这天 小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我这一个星期的运动量都够了